那請教波及怎麼看 因為我個人是無法接受 我覺得這不是在鼓吹武統台灣嗎 這兩回事 就我們要把它切割清楚 第一個就是如果今天 是比如說對岸在做這個慶典活動 比如說什麼他們國慶或什麼 你在對岸做演藝工作的表演 你去做慶賀 或是說祝賀 不管有沒有寫祖國 不管怎麼樣 這個賴清德會不爽你寫祖國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OK 沒有在這一塊的認同上面 因為你是去賺人家的錢 我覺得你要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大家就各自可以有所解讀 可是如果今天是軍事演習 對台灣的軍事演習 而你轉發了軍事演習的內容之後 然後留言寫說 不管像比如說張曹涵寫 統一勢不可擋 或者是像歐陽娜娜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就是屬於中國一部分 類似這樣子 然後下面一個 聯合利監2024B演習開始了 或是什麼堅持一個中國等等 這樣的言論 我只能強調 如果你是台灣人 你到了對岸去發展 然後你用這樣的方式 來回饋台灣的話 我覺得多數台灣人不會接受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你已經打定主意 就是未來都在對岸生活 比如說有些事情已經架過去 或是怎麼樣的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 就尊重 但是你可能未來在台灣的觀感 你可能就會跟黃安 類似這樣的藝人 是打在同一個光譜上面 我是覺得當今天是軍演的時候 你大可選擇不用發這樣的文章 你可以選擇不用發 如果你堅持要表態 讓這個共產黨知道 那我只能說 中共會很喜歡這樣的藝人 就這樣而已 但是台灣 我覺得這個 比如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歐陽娜娜 請問歐陽龍先生 會支持你這樣做嗎 您的父親 他曾經是台北市議員 他是國民黨的黨員 他會支持嗎 兩岸 注意這是軍演的用意是什麼 是武統 不是兩岸和平統一 這個 就是統一論裡面有武統有和統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走和平 比如說兩岸和平對話 未來要不要統一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在多數台灣人裡面 是比較願意 相對多數的比較願意接受 走所謂的和平對話的這個路 然後呢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經打到 武統這個角度 然後說統一勢不可打 那你是解放軍的代言人 這個我覺得 還是有層次上的差異 所以我才說 這個我們要把它分清楚 當然也許他就是經濟公司 幫他發的文 那如果你連經濟公司發的文 你都沒有辦法去控制的話 我是覺得不然你就 當然如果他們有覺悟 也不要回到台灣發展 當然就尊重他們的決定 我只能說就尊重 但這樣的行為是應該要被譴責的 因為再怎麼樣 這裡是你土生土長長大的家鄉 當然有一些網友會說 他們是這次演習是針對台獨 你們不是台獨的 你們有什麼好怕的 我告訴你 昨天有個小粉紅要舉報我台獨啊 對 你又變台獨了對不對 賴清德不是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也是台獨嗎 是不是台獨誰說了算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 當今天對岸用這樣的軍事演習的方式的時候 這對本身兩岸和平就不是一件 這個所謂有正面能量的事件 那當然我們都不期待兩岸發生戰爭 但是當對岸一定用這種所謂的軍事演習來 你要說威嚇也好 或說他們說用愛心來保護你 那我只能說這種愛我們承受不起啦 那這個對於這些演藝人員 我覺得多數演藝人 你比如說我們講周杰倫也好啊 蔡逸林也罷啊 這些人他們有轉發嗎 他們有發這樣文 他們有需要嗎 也沒需要啊 對不對 蕭敬騰這次有發文嗎 也沒有啊 林依陳有嗎 也沒有啊 為什麼你們兩位要呢 所以我才說 這個恐怕是他們自己本身的決定 那他們要為這樣的決定負責 因為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就這個已經不是言論自由的範疇 很抱歉 這不是言論自由 這是對自己家鄉的一種恐嚇 我覺得教育部部長 沒有搞清楚這個事情 假如今天徵召任何人從事 是直接支援戰爭的戰鬥的 這些行為 你就是合法的軍事目標 你沒有經過適當的軍事訓練 包含在軍事工廠裡頭生產彈藥 你都是合法軍事的目標 你唯有佩戴紅十字勳章 或紅新月勳章或者紅這個大衛王之心的 那個就是標誌 其實大衛王那個標誌 國際社會並沒有承認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你必須是 這個不要變成這個資源 直接支援戰爭 否則你就是這個合法的軍事目標 當時在宮廟裡頭說要收彈藥 我就已經列出法條跟他講 說對不起部長是法律人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把這個宮廟變成就是說 這個合法的軍事目標 你今天這些人 你沒有給他適當的訓練 你沒有給他適當的保衛的方式 你叫他去支持軍事情務 那就是合法軍事目標 教育部裡頭有軍訓教官 有軍訓處 他都不能問問專家說 這種裡頭到底合不合戰爭法規 我們今天沒有去訓練 然後就去這個就是把他去上戰場 然後去支持這些相關的戰爭勤務 這是不道德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教育部長 這個真是妄為教育部長 你知道 你真的是應該 好好把法律查清楚 而不是在那邊憑著直覺來回答 這是絕對不對 因為我再講一遍 直接要支持戰爭 你去幫幫軍人去搬彈藥到前線 那些就是合法的軍事目標啊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事情非同小可 那些家長腦袋是清楚的 人家反彈是知道有道理的 只是他們又是顧左右而言他 然後沒有正面回答 至於歐陽娜娜 我也是有一點看法跟就是彌藥 這個就是可能有點差別 第一 為什麼對你揮拳頭 是因為不想徵奏你 所以基本上對你就是做演習 是在嚇你 是恫嚇你 是不想真正的動手 因為到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最高的原則 還是就是支持而統一 但是這個對著我們做軍事演習 都是傷感情的事 我只能說歐陽娜娜 根本腦袋不清楚 他沒有搞清楚這是傷感情 你要白挨罵 這個是絕對不適當 但是你去讚揚這個 去嚇恫嚇台灣 那個根本就是說 你對於台灣的是傷害情感 這是非常愚蠢的行為 而且也讓人覺得你的格調是不好 我們在台灣之中 你見過太多人為了通告費 都已經出賣自己 甚至為了通告費 連歷史跟算數都算不清楚 這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人性其實是真正的很薄弱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假如對自己講的事情 沒有那麼大的就是說 我搞不清楚這些 因為誰能搞得清楚 中國大陸說是我今天 要用這些武力恫嚇 是不希望真打你 這種的邏輯的辯證 不是幾個人搞得清楚 大家都是直觀的看法 現在人家對著你揮拳頭 然後你在那邊叫好 有誰能夠看得起是 他揮拳頭是不想真打你 那個要更深入的思想 所以我覺得腦袋要單純一點 你搞不清楚的事情 少發言是正確的 否則你講錯了 你怎麼去收 怎麼去圓 對不對 我是講嘛 就是說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東西 你直觀的反應就是 這個叫做會有時候 會有很難堪的結果 幾年前這個中國大陸 有個中將叫王洪光 說我告訴你我們打台灣 一個禮拜就打下來 然後解放軍在街頭 就會錯飲烏龍茶 我第一個反應就講說 這個將你腦袋不清楚 你知道嗎 大家只有在街上喝珍珠奶茶 誰會在那邊喝這個烏龍茶 五年之後 六年之後 我覺得他講對了 他還真是有商業的前瞻眼光 現在都有冷泡烏龍茶 所以說你知道 當時我就當時笑他 但是我現在覺得王洪光 這個可能有前瞻的 這個叫商業眼光 他軍事上有沒有能耐 我不知道 但是他確實遇見有冷泡烏龍茶 所以說有很多東西 你這樣講直觀的去講 你有時候真的是搞不清楚 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歐陽娜娜 是真的是沒有想清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小燁 抱負 … …